基隆市长谢国良11月24号早上专程和国民党籍市议员 以及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主委吴国胜等人 一起陪同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佩祥 到市选委会完成登记参选 对于蓝白和确定破局 谢国良表示非常遗憾 也誓言身为党籍市长 会确保基隆市的立委参选人林佩祥高票当选 努力让立委席次在国会过半 总统选举获得最好的成绩 全国的民众昨天晚上应该都跟我一样 这个有观看了他们最后洽谈的这个直播 那我只能说最后何不成 其实让我感到非常的遗憾 我想很多的反对民进党的民众 希望能够政党轮廷的民众看在心里 相信跟我心里也是有一样的感触 那我作为一位国民党籍的基隆市的县市长 我会确保我们的立委参选人能够高票当选 我想现阶段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来登记 而且往后两个月最重要的任务 那因为党中央11点多会释出更多的讯息 包括也去中选会登记 那也应该也还是会宣布他的副手 那未来两党在各式各样的进和问题 还有立委选举 我想经过了昨天的讨论之后 后续也有很多更多要思考的地方 那如果蓝白不能合 我想大家是会觉得惋惜 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 国会要过半 并且在总统选举也要获得最好的成绩 要登记的也不止这一两位 可是我还是对我们的林沛祥是最有信心 那我们也会在这场选举中 跟我们的议员同志们 大家会努力合作 打出一个最好的成绩 我想一定要让林沛祥能够高票当选 我认为这一次大家的疑虑 大家的焦虑 跟大家的遗憾 都是因为对于执政党 尤其是在位者的不满 所以我们会尽全力来统合一切 这些在野的力量 因为不管是总统选举也好 还是现在立委的选举也好 这多方面都表示着 我们对现任是不满的 我们是不满现况的 理论上来讲做不好就换人 这就是民主政治的真谛 那很可惜的在这一次我们看到的状况 可能有一些分歧 但是我还是认为说 我们还是要进去 未来进国会之后 要全力监督执政党 不管是谁 那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政党轮替 不过我更重要的职务是 未来如果能够到国会 我会尽全力来监督 我们中央政府的执政之外 我会尽全力帮我们基隆市 争取最好的福利 同时之间 把我们全基隆的新生 不是只有投给我票的人 我是林沛翔 我是国民党提名的立法委员候选人 但是我也代表了 36万人的新生进入国会 让中央知道我们基隆人要什么 让中央知道我们全基隆人的新生 这才是我参选的目的 林沛翔 动帅 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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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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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 胜利 国民党 胜利 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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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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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